是不是都可以收工呢?讲多个小话题,好吗? 今天下次时间可以好一点,不要那么长气 公务员培训计划 又看到邓炳强的死样子,前两天又看到他 阿强,不过越来越怪 一两年前,就算是一年前 如果阿超不成功,他还可以跑,当日还跑特首 你还是中大的,社工系还是什么 比那个中学生好,个个都以为 现在守着份工就算了 由于这样的心态,都没什么表现了 想了一件新事,就叫所有公务员上培训班 引起的话题就是全部要保密,做责 维护国家安全不是堂堂正正,干嘛搞得好像做责 神秘上课,哪里上都不知道,是不是? 看来呢,看来呢,有没有人做导师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只是知会呢 当然有powerpoint,有片播啦 现在呢 现在就说到去年,原来投考公务员也要ária所得合格 就先取多且,我估,不能再按一个 也没所谓,我可以 都可能不合格的 但是你知道這些做法國內是這樣 很老套 個個都知道是造假的 不過循例啦 要官方答案 你不要懶惰性格 那時候很多國內的人來香港搞課程 中國法律 叫你回答彈梁木 只可以回答他認為對的題目 你不能客觀討論 肥佬的就是這樣 你也很多人讀的 因為中國法律什麼的課程 國內也是這樣 國內一有事就固然要考 開會表中 這個從來都是的 但是他們都習慣了 官一套 民一套 六四之後就突然大學生要去軍訓 軍訓當然是洗腦課程 政治課去上班 現在派者要上班 一年班要給小孩 中學的時候 大家表面一套 現在香港不用 不流行 現在拿來公務員 官方一套 其實就要你統一思想方面做事 你心不是這樣想也不要緊 你表面來就行了 他都明白 心裡面怎麼想 共產黨 什麼紅二代自己 怎麼自己都說不清楚 自己都不知道 總之十億人民 十幾億 一億官員 全部都是同一個調子思想 大家明白 這些是法家 退又跟 錯又跟 沒有的 如果打他這份工 你說這個是代價 那就代價了 我打一個英國人的工 是不是 廣英才士特勃的工 沒有這些事情 接著平日閒談 講政治的事情 都是有人親 親窮就沒有的 但是好像我那些 親這些大力團體 那大家都爭吵了 是不是 親民主派 民主派是兄弟那時候 都是不喜歡民主派的 一般公務員 馮劍基那些 走來嘰嘰嘰 說我們不做事 說我們這件那件 屈是屈 是這樣的 是不是 我理解的 我認識他的 因為他 但是一般的公務員 整天走來吵架 就不高興了 是不是 現在反而習慣了 有民主派 突然叫你 說了話 說了話 凡是旁邊都吵架了 反而公務員 已經是另一代的人 兩代的人 沒有的 你自然又要變成龍虛作假 表面 他就逼你 逼你 表面要說一套話 我不知道現在的文化是怎樣的 以前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做公務員 小市民來個坑口罵鬼的時候 政府是這樣的 政府是犯狗的 糟了 你不跟著吧 那回答小市民 現在可能不行 政治不正確呢 現在可能會被KPI 所以沒辦法了 你打掉他的份工 固然是這樣 比較有趣的就是他 測試 測試 他去指定的地方上課 沒有啦 金鐘政府總部不同地區的人 政府入住的人 不知道誰是導師 應該沒有的 播片的 播放國外有關的影片 然後就給你一些quiz 也不要完全當沒到 你聽了他講 也要記住 然後拿回那些multiple choice 叫做指准的官方答案 當然這些大家都會很生氣的 不過呢 你要知道有時候 你懂得生氣就夠了 懂得生氣就夠了 你的智慧沒有避拒 你說不就對了 跟我的想法一樣 你是有問題 你懂得生氣就夠了 你懂得生氣就夠了 當作生氣的需要 這些香港人 中國人好 中國人好 其實這些很厲害的 跟著呢 一有這個起義 中秋起義了 我們就 很多公務員呀 律師呀 工程師呀 很搞笑呀 工者呀 暴動 現在告暴動那些 你看那些人 以前我們時代的香港人不是這樣的 學生更加多 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呢 但是呢 你是政府呢 會不會潛藏了那些人在公務員裡面呢 到時候呀 有時候就會 會 不過你是出不著的 那你做這些事情 多交易 唉 不要罵小強呀 小強都不說 小強知道 明知漢糕要做的 是不是 有良出就算了 在他來說 是不是 以前很大野心的 現在補著這份工 補到三年後 是不是 就很安心的了 甚至再縮水些 如果我超突然間中途換馬 明年就換馬 新的特首都要留著他做 超落台是沒有你的了 你少休了 不要想著 你看東方就知道了 吐死胡悲呀 懂得這件事 講完了 講完了 那就去吧 依求官后官們禁止攜帶手機 我不明白的 不過呢 不可以向外界示出外情 我們一定會知道他講過什麼的 因為呢 很簡單的 你一個人 就是你聽完了 那你記得的 一個記得不齊 幾個人合起來就齊了 所以那些記者就很白的了 這件事 到處問問問問 私下講也沒問題的 是不是 反而你Copy了他 手機拍了他 那你的手機有片 那就告夠你了 保護呀 大家都知道了 做了公務員 你知道的 官方沒有辦法的 有防止規導條 官方沒有辦法了 現在又有國安法了 現在又有國安法了 是不是 這樣呢 網上才指貨程 現在不拍照 不可以錄影 是不是 違規者有機會面臨刑責 甚至是 連載有關貨程內容的USB在播筆後電腦刪取 莫名其妙 這件事 怕你走過去握手指 又吸了它 我去教書 我的年代我還是寫白板而已 二十幾年前 後來用了Windows XP都還沒出 就是用了PowerPoint 射出去 但是那個PowerPoint每次去到貨室開電腦 然後握手指就吸了PowerPoint過去 然後走的時候 只要一關電腦再開 它就消失了 是自動的 所以這個不知道它在說什麼 這個消息就是刪除 當然刪除 自動刪除 怕你不記得刪除 當然我有時候會自己刪 不用刪的 只要一關電腦再開它就沒有了 如此神秘的內容 希望 遲些我們會知道 最好就是它的影片有公務員放出來 追究你刑責 我們這些公務員是 不是 整個香港都是 在這個極權社會開始出現一些 不肯守法 說知你的現象 所以我們繼續有資訊自由 很快就會 有些可能是CIA臥底 是嗎? 香港人沒有人播 突然BBC播了 吹牛賬 很快就播了 所以大家不緊張 會知道什麼內容 然後到時候我們笑一下他 跟著笑一下鄧炳強 又這麼肯定的 我想一下這些事情是這樣的 是嗎? 我們這些是樂趣來的 所以看到這些 又不用鄧說這些公務員 哎呀 我兒子要不要考公務員 你不打算移民就考了 沒所謂的 移民就真的不是太好了 因為你不知道你是否真心 又要做多久就越麻煩了 是吧? 當然我教過你了 最重要是公務員 就是官方機密 將來要申請移民的時候 所以外國很需要這些 哦 行啊 你 什麼 心在曹營 心在漢 行啊 那就給你移民了 你法官也是啊 你高官也是啊 警察也是啊 教了你很久了 所以聽我說話是有利益 有建設性 是吧? 好 踢爆了 好了 完了 今天也不錯 收視也好 看看有沒有人 先問什麼 沒人啊 今天沒有人 沒人 因為東方 還沒結束 東方 但是不熬得多久了 它已經強項沒有了 蘋果叫它天天 那你就和星島 零一那些競爭了 以後要這樣一款了 是吧? 諸如此類啊 大家好啊 很多人來了 OK 明天繼續了 戴上消�表 戴上消來的wie motor 還會看一下 drama 戴上有好急後來的 vulner